大家好,想分享一些生解诈经经文里所提到的一些众生的佛教术语,他们的意思 例如外道尼浅之,还有一些天龙八部的众生,他们的佛教术语和意思 供大家参考以便能更理解生解诈经文里的意思 外道尼浅之这个术语,在生解诈经经文里大约有四页有提到的 尼浅之,意思是为外道出家,之种名 它是六大外道之一 一曰离戏,不戏,无解,离三戒戏服之一也 但此外道,特修,罗行,涂灰等离戏之苦行,故取种名为别名 钱太婆这个天龙八部其中的众生的这个佛教术语 在生解诈经经文里大约有三年是有提到的 Gandharva就是钱太婆的音语 Gandhar是香气之一,是八部众生之一,就是天龙八部众生的其中一种众生 他的意思是香神,钱太婆的意思是香神 也叫月神 钱太婆不食酒肉,为求香以之阴生 又自其阴生出香,故有香神 香阴神,乃至寻香行之称 与吉纳罗同奉世帝氏,而诗咒济月 吉纳罗者法月,钱太婆者修月 佛教语时候是翻译为飞天 阿修罗这个佛教术语,在《生解诈经》里有多页提到 阿修罗就是阿修罗梵文的音译 就是直接从印度梵语Sangskrit,直接翻译声音 阿修罗翻译去中文的时候就变成阿修罗 阿修罗道非常特别 佛经说,阿修罗男生行丑恶 可是阿修罗女美貌端正 阿修罗直译为飞天 意思是,阿修罗直接翻译的意思是飞天 意思是,果报,福报,是天而非天之意 就是说,阿修罗众生的果报向天 可是又没有天众之意 因为阿修罗,易怒,好斗,会喝酒 长相秀气俊美,行天师二道 是欲界的大力神,或是半神半人的大力神 阿修罗是佛国六道众,神之一 天龙八部,神之一 说阿修罗是天神,却没有天神的善行 和鬼欲有相识之处 说阿修罗是鬼欲,可他只有神的威力神通 说阿修罗是人,虽有人的七情六欲 但又只有天神,鬼欲的威力恶性 因此,阿修罗是一种非神,非鬼,非人 介于神,鬼人之间的一种众生 男修罗于各道中,常常兴风坐浪 好勇,斗狠,于诸天中不时攻打天王 以驮其味 女的阿修罗貌美,时常迷惑众生 使众生难修行 有福而无德的阿修罗道 以好战出名的阿修罗道 应有福报而没有德行,没有修德 有的说法只是将他纳入鬼神中 或说是堕落的天人 北传佛教将他列入善道 而南传佛教则将阿修罗归类入恶道中 耶查这个佛教术语 在《生前诈经》经文里也多页提到 耶查这个佛教术语 就是yaksha 梵语的音译 就是直接梵语 从印度梵语Sanskrit这个诗音 去中文的时候就用了耶查这两个词 来代替 Yaksha 耶查 佛经中一种形象丑恶的鬼 永见暴恶 能识人 有的后受伟大的佛陀之教化 而成为护法之神 列为天龙八部众神之一 大方广佛华言经前诗记载 耶查是鬼的名字 亦为结块 形容男的行动敏捷 又迅速 又 亦苦活 形容她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同时十分丑陋 丑恶 女的行动也十分敏捷 又迅速 力量强大 不过很美 种类很多 有空形叶叉 地形叶叉 等等 罗撒 有一页是在《生前诈经》经文里有提到的 罗撒意识为 可谓 数级鬼 护者 在佛教中被归属于恶鬼道中的 有福报 威神力的强大鬼 为四大天王多闻天王的手下 也是密宗十二天中西南方的护法师 称为罗撒天 罗撒女则称为罗撒师 因为梵语是 所以梵语是中文时候 女的罗撒就称为罗撒师 罗撒与恶心罗都是男性丑恶 可是女性很美丽的一种怪物 其间最主要的区别是 恶心罗是与提婆天神为敌的 而罗撒则主要是干扰人类 该因恶心罗本来就是天神中的一种 后来才被变为天魔 加罗撒在生前诈经文里 有一页是有提到的 加罗撒汉语为 大鹏金赤鸟 金赤鸟 大鹏仙 原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巨鸟 一种很大的鸟 佛教将其吸收为天龙八部众生之一 汉传佛教二十四天护法神之一 故也称 加罗撒天 在妙法灵花经中 加罗撒是天龙八部护法众之一 同时 加罗撒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护法之一 加罗撒两次广三百三十六万里 住于须弥山下沉的四天王天的大树上 佛教认为 投生于加罗撒身的因缘 是修大师舍者 产生较强的高慢心 而获得的果报 能摩森茄茄 能摩森茄茄